在台灣唯一的一份工作就是考司法新聞 考了四十多年 那在半年前我開始封筆不想寫 因為我覺得再寫也沒有用 因為台灣的司法體制 不只司法體制 整個台灣的整個國家的角頭化 角頭啦 那個調查堂 調查局成為調查堂 檢查署成為檢查堂 國稅局成為國稅堂 那這個幫主大概就是法務幫幫主 蔡清祥司法幫幫主 這個許忠立 角頭化 為什麼呢 因為一個正常國家 公務員是以守法為第一原則 那如果不守法 其實你就跟黑道沒有兩樣的 黑道認為隔壁那個很不孝 就把他拖出來打 大家教訓了不孝的孩子 鼓掌 這是黑道幫派 但是法治國家不會 你不能因為看他不順眼 覺得他不孝就把他拖出來打 但是就像剛才陳志榮教授說的 檢察官調到執行署 都在查逃漏稅 查見獎不繳的 已經跟檢察完全無關 還在領檢查加級 而且這個檢查加級 將來還加到他的退休金裡面去 就完全不守法 那按照法治國家 你沒有幹這個事情 怎麼可以領錢 因為腳頭 我們現在國家治理是用腳頭話 只要角頭隔壁說 他可以領 他就可以領 法律說不行 那誰是法律最鬥的一道牆 大法官 結果大法官像小狗一樣 下雨天過來 就可以過來 至於這個迴避 是我跑司法新聞40年來 非常好奇 也覺得非常有趣的一個題目 所以陳志榮教授找我來的時候 我說好這個題目會有興趣 為什麼呢 因為我跑這麼久的司法新聞 我發現台灣有兩種職業 犯錯是不必負責任的 一般任何人 做任何職業你犯錯都要負責任 譬如說你做清潔工沒清潔好 你要找他中心清潔好 甚至立委講錯話 可能選票就會流失 任何行業你做錯事情都要負責任 有兩個行業做錯事情不負責任 一個是算命的一個是司法官 因為我很少聽到算命的算不準 被打會被要求退錢的 頂多就是下次不找他 那如果這兩個行業一樣都是犯錯不負責任 但算命的算不準我還可以不找他 可是檢察官法官他不公平 我卻不能要求換人 但是剛才大家注意 刑事訴訟法 我大哥是大法官黃元清他當我的監委 他跟我講 訴訟法都是用來管官員的 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都是用來管官員的 所以刑事訴訟法裡面第三張明文規定 法院職員的迴避 可是你寫上去的你只要 而且迴避有兩種是強制迴避 一種是申請迴避 一種是你碰到這些狀況就一定要迴避 你是前審法官就一定要迴避 沒有再說 另外一種是你可以申請迴避 但是在台灣你申請迴避 是一個公眾的優秀的庭長 那我在訪問他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為什麼會這樣子 原來在民國79年 最高法案就做了一個解釋 那個解釋就是說 除非任何白癡看起來那個法官都是不公正的 不然你的主官要求都是不會準的 那個在79年台抗治318號就寫成大概是這樣 然後再講例子 再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兩個人打官司 這一邊申請的證據法官都調查 這一邊申請的法官都不調查 那 原告這一邊 一定覺得這樣就不公平了 被告有人準 然後我原告都不準 那我申請迴避 也是不準 這個最有名的例子 最有名的例子 都是可以點名的 就是 洪櫻花告司法院院長跟秘書長 洪櫻花申請的證人 法官通通不傳 其中有個證人就是前建榮法官 他還答應洪櫻花說 你只要傳票來我願意去 就是原告也申請 證人也願意 法官還是不傳 結果洪櫻花申請說 那這個法官這麼偏頗 那我不要他犯可以吧 我犯個法官不准 所以 台灣的司法為什麼眾人 罵得這麼凄慘 這麼用力 我學那個曾苗翁在YouTube上說 鄉親 我們如果去那邊參加的秘書 人家常常說 阿你想什麼 你想好 阿今天也會來啦 新郎新娘好 今天你不愛剛才想好 欸這是什麼 那很簡單啊 這幾百年來 幾千年來 迴避啊 人家討個吉祥啊 這是我們日常生活的禮儀啊 為什麼我在看他 那些明明的很窩心的 說話都在騙對方 結果我給他申請迴避 不準 所以 迴避制度 是我們打官司的一個 最基本的人權落實 那要改善這一點呢 今天都沒有立委來 很可惜 其實台灣以前呢 法官判得醫科罰金的罪呢 是由檢察官決定 要不要讓他醫科罰金 而且往往是 不準為原則 準為例外 結果呢 就造成 檢察官跟法警 串通 跟當事人拿錢 才改變成醫科罰金 所以後來法務部就下令 任何判醫科罰金的罪 以準醫科罰金為原則 不準醫科罰金為例外 所以問題就解決了 其實 法務部跟司法院 應該明定 任何百姓 申請法官檢察官迴避 要以準為原則 不準為例外 只要這樣的一個行政命令 都不必修法 這樣的一個行政命令 以後老百姓 就可以像在算命一樣 不準的我不給你算可以吧 你們犯錯從來不負責任 中華民國國家賠償法第十三條 司法官員犯錯是不必負責任的 明文規定 國家賠償法排除 司法官員的錯誤是不賠償的 既然你們國家賠償法 都豁免你們犯錯不賠償 那為什麼我的迴避 要以不準為原則 所以我們在這裡慎重呼籲 今後任何的 申請法官檢察官迴避 要以准為原則 不准為例外 不准要說明為什麼不准 准是不需要理由 如果這樣可以改變 老百姓的怨氣 至少可以少掉一半 這個回避問題 從民國79年就寫 寫了一個最高牌的解釋 會來百姓 第二回 差不多定義法官如果沒跳來打你 你身心都不准 還是法官如果沒當中氣笑都不准 這就是中華民國的司法 這就是我們的國家正在走向腳頭化 幫派化 最明顯的現象 因為我們一切的治理 不照法律來 都是上面說了算 上面說要參審制 這兒的立委就是走著參審制 門口靜坐的怎麼主張陪審制 他就是不聽 按照憲法大法官是在彈劾總統的 但是總統可以打電話 下一天叫大法官跑步過去 這就是幫派化 腳頭化 最明顯的現象 所以 本中性人參與陳教授主辦的這個座談 希望透過各種呼籲 台灣一定要趕快走向法治化 不要再腳頭化 不要那麼多的調查堂 活稅堂 檢查堂 台北地院叫北院堂 士林地院叫地院堂 幫主叫許忠義 這個是台灣在21世紀最大的飛壓 很感謝陳正榮教授主辦公經委 謝謝大家